电梯门开了 总裁却站在那一动不动 反而把漂亮的女秘书给抵到了墙上 没有正式的告白 乔静就这样白天是顾总的完美秘书 两人配合默契的帮公司拿下了许多重大项目 到了晚上 她就是顾总爱不释手的灭火器 总能满足深夜里顾总的任何要求 两人的关系虽然并未公开 可明眼人都能看出他们之间的暧昧 于是便变着花儿地夸奖乔静既漂亮又贴心 可乔静在顾总的眼里却是 这样一板一眼的女人 也只有在工作上有点用吧 虽然已经有了乔静 但顾总仍然会时不时地跟好兄弟出去放松一下 可这天却在大堂里看到了乔静的身影 声信多疑的她也顾不上玩乐了 于是立马就给乔静发消息查的 最后更是按耐不住直接冲进了乔静的包厢 也不管他们是不是在谈工作 一屁股就坐在乔静跟客户中间 尽管乔静极力跟她解释 更是把乔静锁在了门外 让她自我反省 得不到原谅的乔静只好无奈把包往她的专属椅子上一扔 驾轻就熟地在椅子上凑合一夜 第二天一夜安睡的顾总精神抖擞地叫起窝在椅子上的乔静 要求她换身衣服跟自己去陪客户爬山 在顾义的眼里 自己主动跟乔静说话就是已经跟她和好了 就在顾总跟客户一边爬山一边联系感情时 一夜没睡好的乔静却支撑不住在后面差点晕倒 客户见乔静不舒服便贴心地赶忙下山 可这却惹恼了顾义 认为是乔静坏了自己的项目 看向乔静的眼神更是没有一丝的关心 只有满满的责怪 两人擦肩而过 更是嫌弃地避开了乔静的肩膀 仿佛她是什么令人恶心的病毒一样 总是这么过分地对待乔静 她身边的好朋友都看不下去 好心地劝说顾义要对乔静好一点 但顾义却斥定了乔静喜欢自己 可人的忍耐都是有限度的 因为顾义在四年前曾出过一场车祸 动过手术之后就患上了双向情感障碍症 时而狂躁时而抑郁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因此不管顾总如何对待乔静 乔静都能默默忍受 就算是有任何不舒服的时候 都是自己硬扛 从来没有怪过顾义 可顾义却仗着乔静的喜欢越来越过分 这天乔静在公司里加班 却接到顾义要求去送解酒药的电话 等乔静急匆匆地赶到时 却看到顾义正抱着别的女人嘘寒问暖 她是跟顾义青梅竹马的白云妹妹 今天刚刚从国外回来 原来她不是不懂得温柔体贴 只是不想对自己体贴罢了 可即便这样 乔静还是强忍下心底的醋意 担心她喝了酒开车不安全要送他们回去 我用你过 小云 我送你回去吧 虽然外界都在传 白云跟顾总两大家族就要订婚了 可乔静始终对顾义抱有希望 因此在面对白云再次甩过来的巴掌时 乔静立马强势地还了回去 她的信任跟好脾气只对顾义有效 直到这天她以女伴的身份 陪顾义去参加一个慈善晚宴 不料还没走几步就被白云给挤了出去 其实白云早就打听到乔静跟顾义的关系 因此一直想要找机会将乔静赶走 于是她便将一杯热饮料撒在自己的鞋上 等到顾义听到声音赶过来 白云便撒娇说 我想给你泡个解酒茶的 可是乔秘书说 你只喝他泡的茶 我想拿个杯子 他就推我 就想了我一身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双鞋子 听完白云的话 顾义不分青红皂白 就责怪乔静无理取闹 并要求她给白云擦干净 帮她把鞋擦干净 周围人的目光齐刷刷地看过来 乔静只觉得脸上发烧 但看到顾义那不容商量的表情 乔静再觉得难堪 也只能颤抖着双手去拿纸巾 就在她准备蹲下承受这一切之时 一双骨节分明的大手伸了出来 直接擦是擦不干净的 女孩半夜去给男友送解酒药 却看到她正抱着别的女人嘘寒问暖 哥哥 她是谁啊 我秘书 药子完了 你回去吧 没想到男友也有这么温柔贴心的一面 可为什么自己就算脸上出了血 在她眼里也看不出一点的心疼 今晚我可不想带一个花了脸的女伴 自己处理一下 伤心失望的乔静忍不住询问 顾义跟白云到底是什么关系 顾义告诉她说 她只是我的妹妹 虽然顾义说白云只是妹妹而已 可在白云故意把饮料推到自己脚上诬陷乔静时 顾义却不分青红皂白的就跑来责怪乔静 甚至要求乔静当众给白云把鞋擦干净 就在乔静强忍地屈辱蹲下给白云擦干净时 幸好有因为工作认识的白燕出来给她解围 可顾义却把白燕的好心 认为是乔静跟她有一腿 没有别的男人碰过我 做事之中 我只有你 虽然顾义情绪不稳定生性多疑 可乔静却始终认为她会有所改变 直到这天是乔静的生日 顾义早早就答应陪她一起过 可乔静精心打扮地等了一晚上 最后等到的却是她要跟白云订婚的消息 暂够失望的乔静决定彻底离开 于是第二天就向顾总递交了辞呈 并正式提出分手 然而顾义却并没有当真 还以为乔静是在为自己 昨天没给她过生日赌气而已 毕竟两人已经在一起三年 一直是乔静毫无理由地照顾迁救她 就算是把她锁在门外一晚上 她也会乖乖地在椅子上凑合一夜 只要自己主动跟她说句话 她就会忘了那些不好 还会在夜里主动拥抱自己 不料这次顾义却低估了乔静离开的决心 直到顾义一边跟妈妈打电话商量订婚的具体事项 另一边回到家 却到处都看不到乔静的身影 抽屉里没有了她的化妆品 衣柜里也没有她的衣服 整个房间里再也没有了她的痕迹 顾义这才知道原来乔静真的不是说说而已 正在气头上的她拿起杯子狠狠地砸向乔静用过的镜子 仿佛这样才能宣泄掉她的怒气 而镜子里的无数个顾义都在为乔静的离开而气愤不已 而另一边的乔静已经临时借助到了闺蜜家 却在半夜接到了顾义的电话 虽然很不情愿 但乔静了解她固执极端的脾气 于是只能任命地下楼去找她 虽然只是一天未见 可顾义却突然觉得一看她就口干舌燥 于是边一边劝她不要再闹脾气了 想要什么生日礼物都可以买 一边又靠近乔静想要一清方泽 直到乔静都下车走远了 顾义才从刚刚被打的震惊中缓过神来 没想到从前一向温顺服从的小白兔 也有这么有趣泼辣的一面 这个新奇的发现让顾义越来越兴奋 甚至有了更加欲罢不能的感觉 乔静深知故意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性格 为了不连累闺蜜 她谎称自己已经找到了住处 第二天就搬去了酒店 就在她觉得终于能甩掉故意安全的时候 酒店里的工作人员却告诉乔静 说她的房间已经被人从网上预定了 为了补偿乔静的损失 给她换一个别的房间 心思单纯的乔静没有任何怀疑 可就在她刚把行李放下之时 房间里却传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乔静 男人已经决定跟另一个门当户对的女孩订婚 却又不同意跟谈了三年的女友分手 接受不了的乔静只好躲到了酒店 可下一秒 乔静 你想住酒店为什么不早说 我可以陪你一起住的 看到乔静是真的想要离开 舍不得的故意连忙安慰她 说跟白云订婚只是一场商业利益 现在的顾家跟她都需要白家支持 但她的心里只有乔静 没想到她能说出这么没有底线的话 乔静觉得之前故意不懂得尊重人没有同理心 是因为故意患有双向情感障碍症 那些乔静都可以理解包容她 可现在的故意只让乔静觉得恶心 被气到的故意竟然打算用墙 可乔静从来都不是逆来顺受的女孩子 精准的三两下就打个故意嗷嗷叫唤 紧接着就拉着行李跑出房间 等故意反应过来连忙去追电梯时 乔静早就从楼梯里跑了 乔静深知故意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极端性格 想了半天 只好躲到了曾经帮助过她的白燕那里 可还没过几天就被故意查到 看到白燕为了公司忙得焦头烂额 乔静用脚趾头想也知道是故意的手笔 为了不连累白燕 乔静只好妥协主动现身找故意谈条件 故意向她沉默 只要乔静能够回来 她就会放过白燕 还保证以后都会对乔静好的 你都要结婚了 你怎么对我好呀 这有什么关系吗 或许是失去后才知道珍惜 乔静回来之后 故意果然不再像从前那样遗止气势 反而对乔静温柔体贴 甚至还特意抽出时间来陪她看电影 然而乔静早就把故意的内心看透 揭穿她一开始就打算跟白燕结婚 却没想到自己先一步提出分手 如今的纠缠也只是因为 她这个高高在上的大少爷觉得被冒犯被忤逆 根本不是因为爱她 被戳中内心的故意恼羞成怒 说不出一句反驳的话来 只好动用最原始的办法去征服乔静 可行事果断泼辣的乔静才是她的本来面目 从前跟故意在一起时的温顺 也只是她爱的伪装而已 如今的故意已经不值得乔静再继续包容下去 看着乔静离开的背影 故意反而觉得现在的乔静更加令她上头 于是第二天就吩咐员工去给乔静买了一条项链 还安排了一个保姆来监视她的一举一动 以防乔静再次逃跑 没有办法的乔静也只好暂时地软下来去迎合她的喜好 很快就到了订婚的这一天 乔静温柔地帮她整理好衣服梳好发型 而都到了这个时候 故意还在安慰乔静 说自己只是把白云当做妹妹 我自始至终想要的人都是你 可不知为什么 乔静越是温柔平静 故意就越是心神不宁 去订婚现场的路上 故意给乔静打了好几个电话她都不接 一旁的母亲看不下去 于是就告诉了她实情 说乔静已经走了 原来乔静趁着去给乔静送饭的时间 偷偷去见了乔静的妈妈 两人一拍即合 就在故意出发的后一秒 乔静也坐上了离开的专车 妈 你凭什么自作主张 凭我是你妈 母亲劝说故意要想清楚 到底什么才是对她最重要的 不要为了一个女人葬送自己跟顾家的前途 到了地方之后 故意却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妈 这婚 我盯不了 故意抢了司机的钥匙 抛下对她痴心一片盛装打扮的白云 头也不回地往乔静的老家赶去 直到此时 她才真正看清自己的内心 什么富贵荣华社会地位 竟能陪在自己身边 可当她抛下一切奔向乔静之时 却发现了一个残酷的真相 原来乔静跟她在一起的三年时间 她都只是别人的替身而已 你换的那颗心脏 就是她的 怎么可能 世界上怎么可能有这么巧的事情 你以为的巧合 背后都是别人的精心策划 所以你接近我 就是为了这颗心 直到给自己当了三年舔狗的地下女友 没有一丝留恋的决绝离开 我答应回来 没答应跟你做这种事情 男人才猛然发现自己早就爱上了她 于是在订婚的当天 她抛下门当户对的豪门千金 去找回老家的女孩 可等她找到乔静之后 却发现了一个残酷的真相 你换的那颗心脏 就是她的 原来乔静爱着的 只是她体内的那颗别的男人的心脏 所以你接近我 就是为了这颗心 这三年来 你留在我身边都是为了苏眷吗 乔静也没想到 原本打算一辈子也不再见的男人 却为自己退了婚 但她从始至终 也只是把故意当作 一味疗伤的药材而已 眼见无法劝说故意回去 她只好真相告诉了她 原来乔静在高中时 有一个暗恋了许久的学长苏眷 可就在她考上大学 准备向她表白的那一天 苏眷却却莫名其妙地出了车祸 而车祸的另一方就是故意 等乔静赶到医院之后 就连苏眷的遗体也没见到 只发现了故意接受 心脏捐献的检查报告 怎么可能 世界上怎么可能有这么巧的事情 你以为的巧合 背后都是别人的精心策划 每年我让你陪我过的奢侈 其实都是她的 小姐 原来我们之间 已没有任何关系 感谢你特别耀心 来见证你的爱情 我时刻提醒自己 别逃避 顾一恒在心底许久的问题 终于有了答案 怪不得从前满心满眼都是自己的乔静 能这么爽快的就抽身离开 原来她从头到尾爱的都不是自己 她只是在利用自己来减缓对苏卷的思念而已 世界上的女人千千万 故意不相信区区一个乔静还能耽误她吃饭了 于是立马约了好友出来找乐子 但可悲的是 故意越想努力地忘记乔静 就越忘不了她 甚至开始出现幻觉 眼看着儿子越来越不成器 不仅为了乔静跟白家退婚 导致顾家成了南城最大的笑话 顾家继承人的地位岌岌可危 现在更是有家不回公司不去 把自己弄得人不仁鬼不鬼的 一门心思的就是找乔静 居然你自己忘不掉 妈来帮你忘 顾妈妈将故意给软禁了起来 说什么也不让她去找乔静 很快故意就因为连日来的绝食而进了医院 就在此时 她收到了乔静已经回到南城小院的消息 于是她顾不得自己身体虚弱 拔下针管就去找那个让她牵肠挂肚的女人 曾经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大少爷 就这样不顾形象地在大街上狂奔 直到看到日夜思念的女人出现在眼前 顾一再也控制不住地把她紧紧地抱在怀里 她彻底认输 不管乔静爱的是她还是她身体里的苏眷 顾一都不在乎了 只求乔静能留在自己身边 可乔静已经用了四年的时间来疗伤 如今她已经确定顾一不是她心里的那个苏眷 又怎么能自欺欺人呢 眼见乔静并不同意 顾一突然想到自己可以帮忙调查苏眷出车祸的原因 以此来换取乔静留在自己身边一年 并且保证会尊重她 不会强迫她做任何她不愿意做的事情 就在乔静犹豫不决之时 顾一却支持不住地晕了过去 好在乔静把她送到了医院 顾一的身体并没有大碍 松了一口气的乔静坐在走廊上想了很多 苏眷的死因她已经调查了四年却毫无进展 或许顾一会有更好的办法 于是她第二天就把自己这些年查到的线索都交给了顾一 并叮嘱她不要忘记承默 得到乔静同意的顾一非常高兴 于是第二天就打包行李敲开了乔静的家门 我妈听了我的句 也无赖地表示乔静之前在自己家住了三年 如今她现在卡被停了身无分文 也到了乔静还她的时候了 可前面那三年乔静早就伺候够了她 说什么也不同意 不料顾一却打包票说要反过来伺候乔静 没想到顾一说的伺候还包括到床上 婚姻我家 婚姻我家 开过婚的小情侣有多会玩 总裁害羞地扮上最能激发前女友欲望的兔子先生 这便故意做了这么多 乔静仍然不为所动 劝说现在的两人只是合约关系 让乔静不要再费那些心思 更何况她早就不喜欢兔子先生了 但令乔静万万没想到的是 现在的乔静竟然更喜欢皮带内卦的 第二天乔静早早就出门了 因为乔静外出回来 看到被团成使客狼球的衣服 还有被弄得乱七八糟的厨房 乔静想杀人的心都有 此刻她只求这位食指不沾阳春水的大少爷 不要再伺候自己了 我累 如今落的这个下场也是自己自作自受 为了帮乔静走出初恋意外死亡的阴影 故意悄悄跟踪乔静 发现她正在完成跟初恋约定好的约会清单 于是她穿上大熊猫的玩偶服 打扮成游乐场的工作人员 主动握向乔静因为害怕过山车而微微颤抖的双手 他们就像普通情侣一样坐海盗船 骑旋转木马放烟花 其实乔静早就察觉到玩偶是故意扮演的 可当她摘下头套的那一刻 看到故意就连头发都被热得满是汗水 饶势心里一直牵挂着初恋的乔静也被她感动 可乔静心里清楚地知道故意不是苏倦 但是苏倦的心脏在故意的身体里 故意承诺会陪着乔静一起完成 她当时跟苏倦没有完成的愿望 故意终于慢慢陪乔静走出了失去苏倦的阴霾 可谁都没有想到 当年的苏倦并没有死 反而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 总裁爱上了漂亮的女秘书 却没想到一夜缠绵过后 女孩却喜欢上了别人 乔静 我又难受 难受找医生啊 找我干嘛 果然是前任一出现任必输 故意万万没想到乔静一直放不下的初恋 竟然是自己同父异母的哥哥 得知乔静查了四年的初恋出车祸的原因 竟然是自己的母亲 她的第一反应就是先瞒着乔静 就在她打算跟妈妈询问当年的具体情况之时 却被门外的乔静给听得一清二楚 乔静怎么也没想到凶手竟然是故意的妈妈 然而更令她失望的是故意的克制隐瞒 就在两人争执之际 早就死了四年的苏眷却突然出现在眼前 原来当年故意的爸爸为了立意选择跟苏眷的妈妈分手 分手后的苏妈妈才发现自己已经怀孕 于是便悄悄生下孩子自己抚养长大 直到母亲病重住院 苏眷才发现了父亲的存在 可就在她去找父亲借钱给母亲做手术的路上 却出了车祸 等她再次醒来母亲已经去世 得知车祸是故意母亲 为了防止自己跟故意争财产的陷害 苏眷发誓要替自己跟母亲讨回公道 于是她回来的第一件事 就是要夺回原本属于她的乔静 得知乔静误以为她的心脏在故意身上 而委屈自己赔了故意三年 苏眷向乔静承诺 我保证 以后绝不让你受一丝委屈 但如今的乔静 似乎并没有想要跟她再续前缘的意思 于是她便主动去刺激故意 说故意只是她的一个替代品而已 要不是因为我 苏眷接二连三的挑衅终于让故意忍不住动了手 正好被听到声音的乔静给撞个正着 看到乔静那么护着苏眷 故意简直都要气疯了 于是便口不择言地说了很多伤害乔静的话 乔静你别忘了这四年来 你为了让我多看你一眼 你都是怎么哭着求我的 现在她回来了 你开心了就想把我一脚踹了是吗 乔静我告诉你不可能 故意的指责彻底伤透了乔静的心 明明是故意欺骗在先 如今却又指责自己不守一辈子在一起的承诺 乔静已经不想跟她有任何瓜葛 而他们的决裂正是身后的苏眷所盼望的 但得到乔静只是她复仇的第一步 顾家继承人的位置 才是重创故意妈妈的杀手锏 于是她隐去满腹的埋怨 对从来没有负过责任的爸爸恭敬孝顺 成功讨得了老顾总的欢心 还让她进入家族企业担任总经理一职 这种来历不明的野种 我不认 至于故意妈妈的冷嘲热服 苏眷早就有心理准备 病床上的四年时间早就让苏眷学会了如何隐忍 变脸的技术更是一绝 可即便如此 她与故意之间的差距还是天差地别 我知道乔静是一个好姑娘 可是她帮不了你 你毕竟跟故意不一样 故意可以为乔静做天做地 那是因为背后有方佩 还有一群知识她的血脉亲戚朋友 你呢 听了讲书的话 苏眷便一面跟乔静约会 不断地提起两人之前的情谊来动摇乔静的真心 另一面又把目光对准了家族势力庞大的白云 她提前调查好富家女白云日常的行动轨迹 只需要一个小小的车祸就能拉近两人的距离 而另一边冷静下来的故意 还在苦苦哀求能得到乔静的原谅 我知道我不应该骗你 但我妈的故事 没有所见出了事 我害怕你会离开我 我这辈子没有喜欢过任何人 你是第一个 你不要放弃我好不好 或者 或者你教我该怎么敢 我都听你的 都听你的好不好 不管故意如何恳求 乔静就是不愿意再给她一次机会 甚至还说瞧不起故意现在低三下四的窝囊样子 最后留下了一句以后再也不要来找她就潇洒离去 可没过多久 乔静就发现自己竟然怀了故意的孩子 她本想瞒着所有人悄悄生下 却没想到成了一直对故意爱而不得的白云的眼中钉肉中刺 因为害怕他们会因为孩子而复合 白云竟然 女秘书怀上了老板的孩子 本打算将孩子偷偷生下自己抚养长大 却没想到已经分手的老板一直在跟踪她 哎护士 我女朋友怎么样 你女朋友怀孕了你不知道 故意认为有了孩子就能让乔静回心转意 于是立马安排员工帮忙搭建求婚场地 还亲自设计了求婚戒指 可就在她兴高采烈地准备求婚的那一天 乔静却被一个陌生男人接走 乔静你好 顾总让我来接你 由于刚刚接到故意要求去广场的电话 乔静并没有任何怀疑的就跟司机上了车 等到了地方才发现并不是故意所说的广场 乔静顺着楼梯爬上去时 却看到了一直追求故意却始终没有得到回应的富家女白云 白云一看到乔静就目中烧 要不是有乔静在这碍事 她跟故意早就结婚了 如今乔静不但得到了故意的人 甚至还有了她的孩子 白云极度的都要疯了 你以为凭着这个孩子就可以有十五孔啊 你以为有了这个孩子 你就可以嫁进故家了 这个孩子是故意的污点 故家不会认她的 根本会让她出生的 一向娇生惯养张牙舞爪的大小姐 怎么能咽下这口气 于是她不顾乔静怀孕的身体 一把就将她推下了长长的楼梯 看到乔静在下面捂着肚子疼得死去活来 外墙中竿的白云顿时就被吓得六神无主 直到听到动静的经纪人匆匆赶来 走 走 走 而另一边的故意还在焦急地等待着 却不知道乔静已经被她的好妹妹给害了 等她匆忙赶到医院 却看到乔静的前男友苏眷正吻上她的额头 故意只觉头顶绿的发慌 苏眷 故意 你发什么疯 我发疯 孩子没了你们在干什么 我看是你疯了吧 我做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 孩子没了不正合你们顾家的意吗 正合了你们这就够难你的意吗 互相误会的两人用尽全力针锋相对 故意没想到乔静为了能跟苏眷在一起 竟然狠心到这种地步 对乔静彻底失望的她 于是便打算听从家里的安排 多与白云接触试试 边紧张 相信自己 有了故意的鼓励 原来还因为害了乔静的孩子 而内疚得心神不宁的白云 立马重拾了信心 国内的首场个人钢琴演奏会也十分成功 就在她演出完毕准备接受众人的掌声之时 空旷的大厅却突然传出了 那天白云跟乔静争执病害的乔静流产时的录音 原来那天乔静在半路就发现了路线不对 于是便留了个心眼 提前给闺蜜发了定位 叮嘱她半个小时后来接自己 并开启了手机录音 这才有了能将白云绳之于法的证据 此时的顾亦这才知道是自己误会了乔静 然而乔静根本不听任何人的解释 她已经报警了 顾亦有什么话就跟警察去说吧 不要低估任何一个妈妈的决心 乔静终于能替自己的孩子报仇血恨 可一直暗恋白云的周睿 却不愿她身败名裂 更不愿她去坐牢 于是她找到顾亦 希望顾亦看在他们三个 从小一起长大的情分上 去劝劝乔静能将谅解书给签了 可那毕竟是自己的孩子 顾亦还没糊涂到那个地步 没有办法的周睿 竟然故人绑架了乔静 想要强迫她签谅解书 你绑住我 我怎么签啊 乔静表面上装出一副 害怕顺从的模样 但她仗着自己学过几年的跆拳道 趁那几个人不注意 打起桌上的酒瓶就打 可她显然高估了自己的体力 由于刚刚流产还没恢复好 很快就被那些小混混给再次制服 关键时候 一直在暗中关注着她的顾亦 拿着棒球棍及时赶来 与那些小混混展开了殊死搏斗 趁着他们正打着 我想问问大家 就不能先牵上安全离开 等到警察问话的时候 再说是被人强迫的嘛 就非得在这种敌强我弱的时候 跟人家硬打嘛 顾亦不愧是被顾家 当成继承人来培养的小孩 不但能将公司经营的头头是道 武力值更是不能小觑 可她最后的一板砖 将那小混混给打击了眼 见了红的小混混 竟然丧失理智 抽出了腰间的刀子 总裁为了就被绑架的前女友身受重伤 这让本来就瞧不起 女孩的母亲再也忍不住了 儿子究竟是造了什么孽 才会遇上你这个崽性 虽然医生说儿子并没有伤到要害 可顾妈妈却一步也不敢离开 然而顾亦醒来的第一句话 就是问乔婧有没有事 顾妈妈彻底无语 更没想到儿子会因为乔婧再次陷入了死亡边缘 别过来 苏娟你冷静一点 原来自从乔婧跟顾亦复合之后 却引起了乔婧的初恋 也是顾亦同父异母的哥哥苏娟的嫉妒 四年前她跟乔婧本是一对互相爱慕的青梅竹马 可当年顾妈妈为了防止苏娟认祖归宗 跟顾亦抢夺家产 于是便在她的车上动了手脚 等苏娟昏迷了二十多天终于醒来时 她身患重病的母亲 却因此错过了手术时间不治身亡 也导致苏娟在医院里待了四年 等她恢复健康重新出现在乔婧面前时 却发现曾经满心满眼都是她的乔婧 如今却爱上她同父异母的弟弟顾亦 甚至怀上了她的孩子 看着本应该属于自己的一切全部都被顾亦抢走 心有不甘的苏娟利用白云的嫉妒心 将乔婧设计流产 又鼓动周瑞派人将乔婧绑架 差点害了顾亦的性命 还利用父亲对自己的信任 不惜损害公司的利益设计了顾亦的重大失误 将顾亦一录到底 从集团总裁一下子成了工地里的建筑工人 甚至还在父亲死后 偷偷调换了父亲的遗嘱 却没想到人算不如天算 就在他准备接任顾家总裁一职时 大屏幕上却突然想起了父亲的声音 原来父亲早就看出了他的心术不正 于是除了一份纸质的遗嘱 还有一份不能造假的录像 顾爸爸明确说明 自己股份的50%留给顾亦 由顾亦担任顾氏集团总裁 而苏卷得到10% 苏卷 我知道你一直怨我 我对不起你和你妈妈 我愿意 用一切 来补偿你 公司 是很多人的心血 我希望 你协助顾亦 一起管理公司 没想到机关算尽最后 还是一无所有 四年后的苏卷 不但没有如愿替妈妈报仇 甚至还弄丢了最爱她的乔婧 心灰意冷的她决定 亲手替妈妈报仇 眼看就要成功之际 顾妈妈跟乔婧及时赶来 人家这么多年 就是为了给我妈报仇 现在机会来了 我为什么要冷静 苏卷 你要报仇 你就撑着我来 顾妈妈承认她当年 确实吩咐过助理 去阻止苏卷跟她的爸爸相认 可她没想到助理 会在她的车上动手脚 更没想到苏妈妈病得那么重 而当年顾毅就是 为了去救苏卷 才开车追上去的 如果不是有顾毅 撞了苏卷的车 苏卷早就死了 如果不是医院 刚好匹配到了心缘 顾毅也早就死了 还在闭故事 是真的 顾毅她真的做过 心脏移植手术 当年我接近她 就是因为 我以为她的心脏是女卷 曾经恨到骨子里的人 却突然又变成了救命恩人 这么多年的复仇 就是个笑话 得知真相的苏卷彻底崩溃 如今她不知道 该找谁去给母亲报仇 失去生活信心的她 决定自我两断 幸好被旁边的顾毅及时阻止 一死两只当然解锁 你太自私了 你口口声声说在乎你妈 你这么做对得起她吗 已经被你伤害过 被你利用过的人 你不想负责任了是吗 哥 亲情的温暖 让苏卷彻底破防 原来这个世界 还是有人爱着她的 虽然顾毅已经决定 不再追究苏卷 篡改遗嘱的事情 可苏卷却主动向警方自首 她要为自己曾经犯下的 许多过错赎罪 故意相信等她出来 一定会是个好哥哥的 经过了这么多事 故意跟乔静也终于修成正果 在公司众人的祝福下去 领证结婚 愿屏幕前的大家都能找到 自己的心知所向 感谢大家的一路相伴 我们下部剧再见